那我们其实将来可以查一个范本 如果要查 假如我的需求是查第三栏 如果你不想重写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就visual basic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的筛选 干脆把它恢复好了 筛选地址好了 好给贴过来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传引述了 我们就是 干脆叫什么地址关键字好了 假设我今天是让它地址的关键字 比如说我今天就输入什么 输入中华路 它中华路就帮我筛选 然后自动就帮我产生一个工作表 叫中华路 那我就切过去 如果我是房仲我就马上可以看 或者我假如要买房子 我可以马上看到我要的data 对不对 但是最简单的 可是如果说你手边刚好没个查员系统 你可以马上变出来 所以第一个请输入关键字 第二个的话 当然其他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要改一些哪些地方 比如说向下追踪 其实不用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范围是活的 所以你会发现Ctrl向下 如果刚刚你2500没改活的 那他就会到2500 不过2500好像不影响 因为他只会多不会少 就是如果你多 他还是会找到949笔那个位置 接下来的话 蓝数基本上 他到I蓝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要到I蓝 会不会影响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贴上来的程式 L嘛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I 这里可能要改一下 不能用I 有贴过来 其他的话 当然这边应该都不用改 这个蓝数的话改成三 改回来 那特别注意 这个criteria 因为我刚刚讲过 关键字 里面如果你中华路 假如你用刚刚这种做法的话 不OK 所以要把它改成关键字 那关键字呢 当然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这边筛选里面的那个包含 有没有 不过你可能要再重录一遍 不过不用麻烦 你刚刚云端上有 我放在哪里呢 关键字查询 其实在比较上面的位置 刚刚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改成这样子 等于 信号 把这个x放里面 后面再一个信号 OK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 必须要等于 前后一个信号就对了 把它放在中间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x就不能这样 就是变成等于 然后呢 双引号双引号 空一格 先给它end 前面呢 必须先等于 等于什么 这变成等于 后两个了 信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串一个 串一个信号给它 这样就OK了 可是比较不好记啦 所以如果你怕打错的话 干脆就是 以后还是参考一下吧 OK 不过参考久了 慢慢就熟了啦 熟了就不用参考了 这样的话是关键字的写法 就是包含的部分 你不能用原来那种写法 不然的话会出错 好 这样的话应该就已经改完了 试一下 改完了吗 看一下 无结果 你如果不放心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 射中断点 再跑一下看看 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这个地方OK了 那我就把这边 持价登录 这个干脆指向到 筛选地址好了 按钮把它改一下 因为本来是用批次的 先不要批次好了 慢慢来 好 那这边的话就输入 那关键字的比如说 输入了吗 应该有中华路吧 或者博外路 随便找一个 贵阳间应该比较少吧 中华路 中华路当然有分好几段 按确定之后的话 好 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诶 有没有筛选出中华路 诶 中华路 里面好像 这有中华路有些是 没有 跟这里 还没还没跑 OK 筛选 OK好 筛选完了 所以 中段点放这里 表示还没执行 那执行完之后 你会中华路出现了 有没有 有 所以跳过 所以把它Copy 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叫什么 叫中华路 诶 没错 然后呢 并且贴过去 重新调整一下 切回去 这边不行 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避免错误的话 刚才用一算 因为反正总表一定在低一个 这样比较一劳有密 取消筛选 游标放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没有费很大的力气 一个查询系统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查中华路的 这个相关的房价的话 不过应该这里最好用千分位 让人家看起来很 好 OK 然后小数点拿掉 所以 这个是103年的那个实价登录 103年那时候卖多少钱呢 大概都是4000 哇 千千 有一百 不过这个应该不是 房车 车位还是什么的吧 没有这个是鬼屋啦 民国57年的 这个是 什么东西吧 300万 可能是车位之类的 所以最少都是1500万气掉 经过三年 不知道有没有涨还是跌 不知道 反正 这数字看起来就觉得应该是 太遥远了 OK这辈子很难 即便负担的起也不想要当乌奴 我说我看那个Movar01或PTT 很多年轻人一直都在鼓吹叫 叫别人不要买房子 他们好像也买 就觉得说 对未来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 OK 那男生好像就是说 就是一个女生好像说一个月男生如果赚不到5万块 就不能跟他结婚 然后看一看他现在只有每个月好像3万多块吧 他问大家什么意见怎么样的 大家就跟他讲说 那你还是换一个人吧 不过你要去当和尚算了 这辈子很难嘛 所以现在以这种收入跟这个将来的房价 其实真的是让年轻人几乎没什么希望可言 OK 所以这边的话 主要是如果你要查哪一条路上 但你可能查应该 查哪一条路啊 可能要找那个偏僻 而且旁边要有业总会的 应该比较便宜 辛亥路 对 辛亥路会不会比较便宜一点 辛亥路 所以如果我想要找辛亥路 按个确定 这边中段点就可以拿掉了 因为这一行主要是我怕说可能会有错误 我的习惯是停一下 那尽量我建议同学 一定不要改完马上就跑一定会可能会有错 因为像我刚刚就有个地方错了 即便你再厉害 你也不要相信说你自己立一次就对 所以我建议一定要中断一下 慢慢再看一下 OK 像我自己的习惯 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一次就做对 OK 知心 好 这时候的话辛亥路 应该就出来了 只是我这边可能资料也许尽量还是先 干脆把原始资料改签分位 然后小数点去掉 所以不如就是说干脆你用G栏 你重新用个G栏的地方 然后用一个数字筛选 你看看你输入假设你的预算多少 假如你要预算一百万以下 出现可能是应该是找不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给各位参考 每平单价的 对 这边都有了 这个资料因为我只有取可能一百零三年 网路上有完整的可能历年来全部的 所以如果你要当房仲的话 你随便可以自己随时要查就马上可以查得到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针对那个哪一条路上面的 但目前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以后不管什么data 反正你网路上找那个开放资料 下载下来其实可以马上查询 所以我刚刚主要只有改动的范围其实还蛮小的 所以可能出错的就是那个criteria1后面记得等于星号一个字串 串接一个x然后后面再串一个星号这样的话指的就是关键字的查询 所以以后如果人家需要一个查询系统 你其实这个需求其实还蛮容易的 但是我想应该每个地方应该多多多少会有查询的需求 那每天你会发现你会被问到的东西 其实老板会说你帮我查一下什么什么事 要帮我马上列出来 给我个给我个清单 或给我个什么之类的东西 其实就是用查询系统马上可以产生 所以也许如果你会被经常问到的东西 不如你把它弄个查询系统 然后马上再把后续衍生出来的清单 我们是把所有栏位都显示 也许将来如果你不需要哪些栏位 你就把那些不要的栏位再把它删掉就好了 这样的话马上就可以给你老板一个他要的清单 查询当然不只是这样 比如说可以 我们刚刚又还有讲到日期跟数字的查询 其实还有可以就是多栏查询 只是多栏查询你可能那个必须要一个 一个那个Autofilter 在第二个Autofilter 这样可以多栏查询 跨栏查询也是不会有问题 那其实这样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把Excel当成是资料库来使用 那其实就等于资料库里面的那个Sequel 语法里面的Slide 但是好处是他比那个Sequel语法简单太多了 因为很多人光要把资料库里面Sequel 语法学好 然后并且可以创造出一个查询系统 哇那路途真的就蛮遥远的 倒不如你用这一套方法 我是觉得简单又快速 而且门槛应该是不会太高了 那以Sequel目前跑的速度来说 也不至于会太慢 所以基本上的话 请各位试着把 刚刚我们写的东西 再把它稍作改写 试一下